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我们卢州里在召集一些抗日志士 抗日志士当中都是以台湾文化学会的会员为主 就在这边开会 开会的时候如果有日本人来的话 我们就讲一些其他的不关于抗日的事情 日本人一走的话我们就商量如何来抗日 如何来组成这个抗日组织 1924年3月李友邦与林木顺 林天静等八位同学 突击台北兴起派出所 事件在台湾引起轰动 遭到通缉的李友邦连夜离家 并辗转广州进入黄浦军校二期就读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 李友邦号召全国各地的台胞 共同参加救网运动 1939年2月 台湾义勇队于浙江金华正式成立 这是台湾同胞第一个 参与全中国抗日战争的武装队伍 也是台湾同胞在大陆人数最多 活动范围最广 影响力最大的抗日团体 台湾义勇队里面都是受过日本的教育 所以日文都很精通 所以都伪装为日本的华侨等等 去深入日军的场所 当两军对视的时候 台湾义勇队就广播用日语广播 那抓到葫芦的时候 就问他们进行 然后翻译等等 李友邦将军还集合具有医疗专长的台湾同胞 从1938年到1942年 在浙江和福建先后成立四家台湾医院 为抗战中的军民医疗做出了贡献 李友邦组建台湾义勇队的同时 还策划成立只属于义勇队的台湾少年团 最初少年团只有六人都是十几岁的孩子 后来少年团发展到一百多人 与义勇队共同组成台湾义勇总队 1945年抗战胜利 台湾义勇总队返回台湾时 人数已经达到400人 家住台北市中华路的曾东升老先生 是当年台湾少年团的一员 他说少年团的主要任务是巡回宣传慰问工作 最主要的工作是在后方做宣传工作 当然后方宣传工作我们有街头演讲 还有文艺宣传 我们演话剂 唱抗战歌曲 舞蹈 摄像星 这些都有 提起七十多年前的烽火岁月 曾老先生激情满怀 他还为我们唱起了当年台湾义勇队的队歌 说起台湾义勇队的故事 还有一位不能不提的人物 他就是李友邦将军的妻子 颜秀峰 这位文静的杭州女子 十七岁时气比从容 投身于抗日图存的救亡运动 1941年 李友邦与颜秀峰结为连理 1945年 颜秀峰随丈夫回到台湾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 他还说服李氏家族各分支 主动的向政府申请 将李家卢州老宅列为文化资产 2006年正式对外开放的 卢州李宅古记 李友邦将军纪念馆 已经称为记录台湾同胞 在大陆抗战历史的重要基地 好的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不能忘却的纪念 明天我们继续